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美丽的古城在刚开始还不是很有名气的时候是免费的 在这期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却在名气过了之后开始收取门票 并且还捆满时收费 必须要购买148元门票才能进入古城 而且官业票点就是31个 然而这种收费的利益行为让美丽的古城臭名远扬 其实除了收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的 由于商业花太厉害 让好好的一个景点成为令人反感的景点 这也直接受到了冷落 因此景区那边的非常安静 这种情况也维持了三年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凤凰古城便取消了148元的目标 之后人气便慢慢起来了 然而随之迎来的有新的赚钱方式 那就是建立私人厕所 去过古城的人都知道 来到这里是很难找到公司的 几乎要到小箱子里面去找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能善待种收费的私人厕所 而且据说是两块钱一次 由于中国很多战人景点 商业花越发严重 很多环游表示 战人景点就应该免费开放 而不是作为一种刷钱方式 来谋去盈利 对此小伙伴们 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下期再带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关注留言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